爸爸 你怎么了 没事 一平叫好爸爸 我的心里 意味着女儿就要离开我了 女儿就要有自己的家了 我特别高兴 妈 爸爸 可可永远是你的女儿 可可永远不会离开爸爸的 这是喜事 女婿也是半个儿嘛 这是 老爸老妈 我和可可先走一步 你们还没有吃完饭吗 我吃得快 我也怕胖 我吃饱了 那你二老慢用 我们先走了 先走了 好了好了 早吃吧 好 好 何必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告诉你 什么意思 侵犯我的肖像权 小城内一点都不严肃 我呢 只是烧架润色而已 你的这滴眼泪呢 就变成了洗泪 热泪 你不觉得就符合我们现在的心情吗 有点画龙点睛的意思 现在这幅画的版权呢 归我们两个人所有 说吧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啊 还有一个作品 版权呢也是属于我们俩 想去看看吗 你又耍什么花招 好 这个面膜不小点 这个真的不错 这个真的挺好的 怎么样 欧多多卖得很火吧 他们都是来买欧多多每人录的吗 要不然是来看热闹 欧多多姐姐快点去欧多多 欧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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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多多都没人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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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多多爱情故事太浪漫 太感人了 我们的爱情 对呀 我就是证明你 欧多多人的爱情故事 欧多多都没人录的 是的 我要能有你那样的白王子 我简直幸福死了 欧多多小姐 欧多多小姐 请你和我合个影吧 合个影吧 可是没有相机啊 我的手机行吗 求你了 拜托 欧多小姐 就跟他们合个影吧 就好 不好啊 就好 不好啊 好 不好啊 看见宝镖的 下雨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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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还有谁 还有谁 来来来 好好好 来来来 大家站好啊 来 一 二 三 耶 来 换一下 换一下 来 预备 茄子 还有啊 好 一 二 三 好 多多小姐还很忙 你们慢慢买东西啊 我们先走了 来 再见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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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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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必 你把我拉这儿来干什么呀 先看看 这是什么 看看再说吧 最近 在本市多家媒体和大街小巷 频繁出现欧多多牌美人路化妆品 受到广大消费者青睐 销售势头强劲 这个化妆品 背后还有一个鲜为人知感人之深的爱情故事 这个产品的名称是一个漂亮女孩的名字 也就是广告 广告的那个女孩 据悉 开发这个产品的喜来乌化妆品有限公司的老板 爱上了这个女孩欧多多 这个爱情故事你应该逼我熟悉吧 何必 你是疯了还是吃错药了 这种事情怎么拿到报纸上说呢 这有什么不能说啊 我既没疯也没吃错药啊 这是我商业智慧的体现 也说不了她爱情的方式 你说你脑子整天瞎琢磨什么呢 萌萌 你看你看 这何必真能炒作啊 我呀 刚才就看到了 你别说啊 这何必还真有两下子 当初你追我的时候 才没想着这一招啊 她是用事业去应对爱情 用爱情去促进事业 实现了爱情和事业的双赢 这就是何必的高明之处啊 是啊 你说人家何必的爱情上了报纸啊 让很多的读者都感动 那马晓杨的爱情也上过报纸 臭命运扬的 我看你为了赚钱连我都可以卖 少奶奶 我哪敢卖你啊 我是为了你把自己给卖了 我是 以我的低贱和低下 衬托你的高贵和高傲 这是往你脸上贴金哪 那你应该说一声啊 怎么能做这么出人意料的事呢 不给你点惊喜 怎么能体现我何必的智慧呢 我看我这辈子如果嫁给你的话 非得心脏并不可 何必这小子鬼点子不少啊 稍不留神就总出个欧多多牌 还恬不知实地把爱情当广告 马总 我刚才去了一下专卖店了解了一下情况 情况怎么样 专卖店反应情况很不妙 何必的欧多多美人 来势很猛 宣传强劲 质量又好 很少都市女性 尤其是年轻女性的青睐 特别是这篇报道见报以后 销售形势很看好 大大冲击了我们的产品 对我们的销售量很有影响 那咱们的鹅子米牌区盘霜 销售量情况怎么样 这个影响倒不大 区盘霜只是脸上有病的人才卖 不过时间长了也多目难知啊 想不到何必这小子 还真成气候 杜明啊 我想再派你出一趟差 来坐 是去远台吗 你小子就知道去远台 这叶梅刚走几天啊 你就扛不住了 我知道我的老板大哥 你不心疼我 总要心疼你妹妹吧 不过啊 这次派你去远台 不是考察那里的房地产市场 而是要调查一下 那里的建材市场 你看这远台地处山区 经济又且发达 可是那里的建材资源非常丰富 劳动力成本也低 所以我想啊 我们不能在那里拓展房产业务 但是可以在那里 办一个建材基地 好啊 不过啊 我还是要提醒你 这次出差可不是什么幌子 你必须要认认真真地做 咱们公司里面那么多人 我之所以派你去 当然也是希望你公司兼顾 你可以抽空去看看叶梅 我还是那句话 这谈恋爱归谈恋爱 但是不能影响工作 好 我们老板最有人情味了 安排工作都这么人性化 我要是不做好的话 既对不起老板 也对不起我大哥呀 你呀你呀 少拍我马屁了 好了 待我向叶梅问好 好 和毕 你怎么又来了 又有点新鲜事啊 我先来送你上班 上班 我这两天 都跑了好几个公司了 没有一个合适的 你让我上什么班了 我给你搞定了 我可不是你的公司啊 嗯 不是我们公司 是大拇指广告公司 你开什么玩笑 我都已经辞职了 再说了 我还等着丁经理起诉我呢 我已经给你摆平了 摆平了 你是怎么摆平的 很简单 这件事本来就跟你没关系 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 而且 又拿报纸上的文章 做了凭证 完了 是吧 那太好了 我还挺喜欢这份工作的呢 走吧 谢谢何总经理 诶 等等 我得收拾收拾 要不然呢 会给多多美人录丢脸的 我们先去经理办公室吧 去经理办公室干嘛 我不想见他 你都来上班了 怎么应该先跟经理打个招呼 也对 请进 欧总 您来了 秦秘书 你叫我什么呢 欧总啊 你怎么能乱叫呢 秦秘书 这儿没你什么事了 先出去吧 好的 欧总 有事您吩咐啊 哎呀 很快 我没船 我发现了 你除了 我会给你 我,, 来 她以为她是谁啊 我已经让她滚蛋了 敢欺负我亲爱的多多小姐 我一定饶不了她 那怎么可能呢 她又不是你的手下 你要她走她就走啊 多多 你就是要去竞选美国总统 我都会帮你 成不成我不敢保证啊 你让她走她就走啊 但是要收拾一下那个破丁经理 还是小菜一碟吧 我找到了公司的法人 高价把公司买了下来 现在你是公司的总经理 比他还多一个总字呢 现在我们可是平起平坐喽 都是总经理级别 何必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很简单 我不想让我心爱的人受半天委屈 你这么做 我确实很感动 可是我心里也很不安 丁经理 她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才误会我的 你就这么把她开除了 会不会太过分了 你一再向她申明你不知情 她作为一个领导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训斥 惩罚 甚至栽赃下手 她会是一个好领导吗 她能管好企业吗 所以她该下岗 你知道公司的法人怎么说吗 她说丁经理把公司搞得一团糟 她早就对她不满了 听说我要买公司 她求之不得呢 再怎么说也只是一场误会 这样 如果你要是同情她的话 我还有一个办法 我把她找回来 让她做你的手下 这样 你就可以每天对她要五喝六的 贵吗 你这个家伙啊 现在是越来越坏了 我呢 这辈子就想对你要五喝六的 这家伙怎么还不来 鞋底 找谁呢 不认识我了 你怎么戴上墨镜了 我有什么办法呀 现在满大街都是我的照片 我不遮着盖着 怎么行啊 这下你风光大了 我和鞋底好的时候 怎么没发现她有重潜质 说明多多是她的最爱 所以她把她的聪明材质 都调动起来了 昨天啊 还有一家影视公司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拍电影呢 我哪是演戏的料啊 所以我给回了 这下谱有点大哈 走了走了 我们别走别聊 我呀 受一家出版社的邀请 受我们报社委托 到远台去采写一部 关于贫困儿童失学的 长篇报告文学 好啊 老妈是本事响当当的记者 一项关注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 等你的书一出来 一定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不过看老妈的书 太费钱了 你这是哪个男啊 老妈 几年前看了一篇 您写的关于远台式大学生 因贫困失学的报道 我就出资捐助了 五个上不起学的大学生 这我知道 后来啊 我又修建了周家湾希望小学 等您这本书一出来 可能我又要花一大笔钱喽 怎么 你后悔了 那倒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 老妈写的文章特别感人 我看了之后啊 就想掏钱 老妈 您这次到远台市 去周家湾希望小学一趟吧 那儿有一个叫周叶梅的老师 大学毕业之后 放弃了在城市里工作的机会 主动要去回山村教书 您说这个故事够典型的吧 我叫你回来啊 就是想让你多介绍那边的情况 一会儿啊 咱们边吃边聊 好 老妈 何必 你的车不是黑色帕萨特吗 怎么变成红色的奥迪了 是不是都过美人路 我给你赚钱赚多了 你烧得慌啊 这是我送你的又一笔广告费 总不能让我这个总经理 每天给你这个总经理当专职司机啊 你现在又送春了又送房 广告费会不会太昂贵了 你也太抬举我了吧 我不抬举你 谁抬举你啊 其实啊 我开奥拓就可以了 为什么 我开在马路上 我可以跟他们说 你别让我啊 我哥可让奥迪 太经典了 不过版本可不是我的 这没关系啊 这辆奥多大哥 你先开着吧 明脸要配名车嘛 再说了 我是总经理 你也是总经理 总不能我开巴达策 让你开奥拓呀 在咱们家 夫妻永远是平等的 小莱 我们还没结婚呢 陈总 怎么样 周一梅好吗 你不先提工作 先提叶梅 你挺器重你这个妹妹的 我肯定知道你小子 是先谈恋爱 后谈工作 所以我不能把你的顺序搞颠倒了 你可别冤枉我 我是下了火车 马不停蹄地就开始工作 然后才抽空去看了看叶梅 是吗 据我所知 你大概是十一点到的周家湾吧 这个叶梅 给你汇报我的情况 又给我汇报你的情况 简直是双料间谍嘛 看在周一梅的份上 我就不追究了 报告呢 陈总 你 你是 你是捉弄我还是要 要提拔我呀 我已经提拔你为我的见习妹夫了 你还不知足啊 嗯 对了 董明 这可是最后一次公司出钱让你去谈恋爱的机会了 你要好好珍惜啊 小曼 把那份检测报告拿出来 是该它发挥威力的时候 这题怎么做呢 你把它复印几份 然后交给广告部 让广告部投给各家媒体 同时附有文字说明 标明国家规定的标准 还有就是拱含量严重超标的巨大危害 知道了 马氏 你死到临头了 他这么能动都来了 欢迎回国 何总是过来向你汇报工作 好 杜明是你妹夫来见你应该的 只有我是来真正接你的 何必啊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要得机场来汇报 一边走一边说 好 走 我一得到消息 马上就送给包社 跟他们去报道 何必 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呀 你在韩国我怎么跟你说呀 如果下手晚了来不及呀 你至少该打个电话跟我通个气 这么大的事你不先说一声 喜莱坞 还是不是聚员集团的下厨企业呀 瞧你说的 我怎么会不认你这董事长呢 只不过这件事 我这件商量好的 我按其落实罢了 别怪我 我把这件大事给忘了 陈总 是不是因为你跟可可和好以后 改变主意了 或是何必 只不过我觉得 马家最近连续发生了很多事 已经够不幸的 在同情吧 浩天 陈总 你这可不是在同情某一个人 你是在同情质甲受甲 坑害消费者的奸商啊 你不是一直标榜自己 不与奸商为伍吗 怎么这次手软了 你不敢揭短 是怕触及到你未来岳父的利益吧 我觉得爱情是某些人失去了原则 何必 我并没有丧失原则 只不过我觉得这件事 我们完全可以采取 比较温和的方法来处理 我们可以 把马晓阳坑害消费者的事 告诉马浩天 看他先如何处置 如果他制止了马晓阳的行为 主动收回 并销毁所有的去班霜 那么这件事 可以暂时不公开 如果他仍然置之不理 继续纵容马晓阳的行为 我们再曝光也不迟啊 这样一来 我们先礼后兵 既打击了不法行为 也不伤和气 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那些已经用过 噩噩美白去班霜的人怎么办 他们有知情权 他们也有权利讨个说法 我觉得你在处理这件事情上 明显带着个人感情色彩 你这么做 也明显带着个人恩怨成分 这件事情 已经不完全是我何必 跟马晓的个人恩怨了 是一个有良知的商人 跟不法坚强做的斗争 这件事情你不干我也要干了 何必 你我都是做企业的 你也应该知道 马晓是著名品牌 创一个名牌很难 但毁掉一个名牌很容易 你懂吗 陈总 你也应该明白 一个名牌能毁掉 就是它已经没有存在的 价值和意义了 乔治达不也是这么毁的吗 乔治达不是我真垮的 乔治达不是我真垮的 是他盖的房子塌了他才垮的 这是他自取灭亡 那马氏也是自取灭亡 这完全是两回事 乔治达盖的房子 几乎全都有问题 而马氏的产品 除了曲斑霜之外 全都是优质产品 你这么一曝光 等于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 你懂吗 陈总 马氏的阿娜美白驱斑霜 拱含量严重超标 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没错 我跟马氏是同行 有竞争的因素在里面 可这件事情 即使是一个局外人 他只要有良知 这就不能坐视不管 这件事情我已经捅下媒体了 不管怎么报 是他们的问题了 好了 既然这样也别争了 我心里明白 你没多大的错 只是我挺矛盾的 我理解 情是情是事是吗 上车吧 好 怎么样 最近心里好 好 这望海晨报的标题是 马氏化妆品名牌光环下的阴影 望海日报的标题是 马氏集团惊爆伪劣产品 还有望海青年报的标题是 俄罗美白驱白霜坑你绝对没商量 望海生活报的标题是 马氏化妆品实在坑人 严重超标 覆目惊心 还有 这些报纸 都在头版头条 或者醒目的位置 同时这样刊登的报道 而且电视里边也播了 而且 本市的新华分社还发了通告 我审核全国的不少媒体都转载了 我还搜索了一些互联网 竟然上面也有好多曝光的消息啊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一定是他们搞错 我核查了这些新闻媒体 他们有根据国家权威部门的检测报告 绝对真实可靠 我还追查了这检测报告的来源 有一家报纸向我透露 说是何必提供的 那就加不了了 何必一直跟我有仇啊 他肯定是掌握了真凭实据才这么干 董事长 你看怎么办呀 全市的大小媒体一起对对 马氏集团狂轰烂炸 我们肯定招架不住啊 马晓洋啊 马晓洋啊 这是毁了我们马氏集团 毁了我这几十年的心血啊 董事长 你别激动我先消消火 消消火 我能消灭了火吗 去 把他给我找来 好 来呢 我亲自找他 混蛋 是谁透露出去的 他都想活了 是何必向媒体线露检测报告的 又是那个混蛋透露给何必呢 正在啥呢 何必 我饶不了他 必须给我查出来 咱们内部 谁那么撑里跑来 老子补他的皮 马晓洋 你个白家子 我今天 我今天我打死你 爸 你怎么随便骂人呢 在公司里也不够点面子 面子 你给我面子了吗 我们马氏集团的面子 都让你给丢光了 爸 有事说事吧 干嘛发那么大火 好 我问你 我打拼了一辈子 辛辛苦苦地创造的马氏集团 你为什么把它毁掉 我几十年的经商啊 尊纪守法 童所无忌 好不容易有了今天的品牌 有了今天的声誉影响和地位 你为什么把它毁于一旦 为什么 为什么呀 这下事情闹大了 马氏集团撑不了几天了 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反正跟咱也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啊 要不是你把这个事情告诉给何必 能有今天的事情发生吗 你说你对马晓洋的这些做法 不是也不满意吗 他是消费者的健康维尔系 美规操作维法精灵 咱们也算是举报人吧 没有什么不关系 我在马氏集团工作了那么多年 我对那有感情 再说了 我虽然反对马晓洋的很搞 可是我也不希望公司倒闭啊 你说这公司要是真的垮了 我那么多的同事 还有还有很多是我的好姐妹 你知道吗 她们都没有工作了 我于心不忍 老婆 还是你英明嘛 提前把马晓洋就给炒了 你看咱们这书生意多火呀 你说你当你公司的策划货部长 有什么意思 现在不着急了吧 去 爸 我也处于好意 也是为了马氏集团 增加产品的区盘效果 就能提高销售业绩 才让他们把拱含量提高了一点 那是一点吗 你为什么不和我商量 胆大包天 干出这种玩玩玩邪闹的事来 这也不是我发明的 外人不知道您还不清楚 很多化妆名企业都这么干的 我只不过是不惜后尘罢了 我一再地提醒你 要守法精英 不要干欺骗消费者的事情 你至今哪 知迷不明 爸 你不能完全怪我 因为怪何必陈一平这一会儿 你想想 马氏是名牌 是消费了信得过的产品 要不这两个混蛋捅入这个秘密 消费者不知道 谁也不会知道 这样我就太平无事了 你 本市各大媒体连续报道 万炮骑哄马氏集团 马浩天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帝国企业 马上就要毁于一旦了 是啊 这新闻媒体还真是个好东西 上回你自暴隐私 给咱们喜来乌赚取巨大效益 这回却把马氏集团打得一败独地 舆论胜过千金万马 美国打伊拉克 也先打的是舆论战呢 这回马氏集团肯定是完了 媒体做负面报道啊 我们也要做正面宣传 你马上通知各个部门 各司其职全速运转 好 知道了 我一生自日为精明 没想到在看人的问题上走了眼 让你当这个总经理 我真是后悔莫及啊 爸 现在已经这个地步了 你想想办法救救马氏吧 您不能眼瞅着公司垮了吧 你叫我跟你说什么好啊 马氏集团已经垮了 你还在做梦 垮了 不会吧 没那么严重 你根本就不配当这个总经理 从今天开始 也被免职了 哎 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召集集团所有的中层以上的干部开会 全当是司马当活马一把 好的 马董事长 市长 怎么本市商界硬汉被集团内部打爬去了 市长 你怎么大驾光临 快请坐坐坐 我就不坐了 路过你门口顺便看看 在报纸上 炮红马氏产品质量问题的报道 我都看到了 马氏作为本市名牌企业 出现质量严重质量问题 我非常痛心啊 是 我很惭愧啊 是我用人不当 管理不善 我愧递市长对我马后天的信任和击处了 这件事情影响很快 马氏形势十分严峻 因为产品质量问题 是关系到广大消费者利益问题 身心健康问题 我不仅不能帮你 还要对马氏提出批评和警告 我希望 你立即采取有效测试 妥善处理此事 既要给广大消费者一个说法 又要把损失和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 好 市长发信 我一定要让您的指示 尽快地 妥善地处理好这件事情 请杨师长放心 马董已经布置好了 准备开会研究对手 那好 这件事情我会一直关注下去 这次 我们马氏集团遭受了灭顶之灾 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是我用人不当 监管不力 我向大家检讨 对不起大家 为了面对当前的形势 为了保住我们马氏集团 和马氏集团的品牌 我宣布四项决定 第一 立即全部召回 阿诺美白去班上 在政府有关部门 消费者的代表 和媒体的监督之下 公开收 第二 所有卖出的阿诺美白去班上 消费者可以凭手中的发票 或者是包装盒 来退货 我们要 照价宣布 第三 我们马氏集团的其他化容品 应该说是符合国家质量标准 为了消除广大消费者的怀疑 我觉得 有必要也送到有关部门去检测 并把检测的结果向社会公布 稳住我们这半壁江山 第四 撤销 马晓阳花装品 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职务 我兼任总经理 处理所有的遗留问题 以上四项决定 中国媒体向社会公开 爸 你的决定我非常不满 你不会让陈一平何必报仇 这把账钻到我头上 这不公平 我是有错 当我是你儿子 是将来马氏的掌门人 你把我总经理位置撤吧 这将来我还怎么领导马氏啊 到现在了 也不知道你自己闯了有多大个祸 马氏集团都不存在 你当什么掌门人啊 反正我想不通 你总得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吧 我不拿你开刀 我怎么向马氏集团几千员工交代啊 我不撤你的职 我怎么给广大消费者有一个说法 那你让我干什么呀 你老老实实在家给我呆着 别再给我惹祸 不 不 不 可可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希望你要理解 你要在背后搞老实 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可可 这个事不怪一平 她是反对过的 是我执意要做 还没办法 你要怪的话你就怪我吧 不 可可 我是董事长 这件事从始至终我都知道 我并想退卸责任 你俩还挺仗义的 怎么不能对我爸爸仗义一点呢 可可 我爸这事你还少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 一平 我们俩都快要结婚了 我最亲的人 去诊我最亲的人 你让我心里怎么想啊 可可 你不要生气 马晓阳生产的产品 已经严重危害了消费者的健康 这不是个人感情问题 是原则问题 是道义问题 可可 你明白吗 我不否认 这件事情我是公报私仇 但不管我出于什么目的 可可你想想 如果这件事情不懂出来 还会有多少人受害 而且可可你应该明白 如果不制止马晓阳的行为 他有了第一次 也会有第二次 这样一来 马氏的产品 都有可能是坑害顾客的 假冒伪劣产品 你作为家庭的议员 你会感到脸上有光吗 你想想看 连胡萌萌 为了抵制马晓阳的违法行为 都已经辞职了 我想 如果你父亲事先知道 他一定会反对的 如果你事先知道了 难道你不会反对吗 我觉得什么事情 都应该分个是非取之 不能因为他是你的亲人 就全对 也不能因为他是你的仇人 就全错 应该分个黑白吧 你说那可可 你怎么会分个黑白呢 到底我不是不懂 我爸爸也是这样 骂小洋哥的 我是每次看着爸爸 痛心忌输的样子 我心里都难受一下 不要怪 有几个怪我那不争情的 怎么样 可可还是很生命大义的嘛 不过爸爸实在太苦了 这段时间头发也摆了不少 如果可能 我求求你们帮帮他吧 放心吧可可 我一定会的 还有什么坏消息啊 媒体还在一个劲地讨伐马市 有不少顾客 已经向消费者协会投诉了 要求退货 并且双倍地退赔货款 各地经销商 也在纷纷地退货 而且 马市集团的股票 今天跌到了历史最低 成了垃圾股 集团 首次出现赤字了 马市的气数已尽 最近我马浩天的时代结束了 有道士兵败如山倒 强倒众人推 看来真的无力回天了 听天由命吧 马总 我来了 别叫我马总呢 我现在什么也不是了 你永远是我的马总 找我什么事 向何必泄露 婀娜美白驱斑霜 拱含量超标的人 我查到了 是谁 是胡萌萌 她向方小透露了这个秘密 方小又告诉了何必 这该死的胡萌萌 难怪她辞职不干了 原来是她心虚 握不住心头这个恶气 我就不信吧 您看怎么说 您看怎么说